如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今天是圣洛汉维亚纳斯多纪念日 你愿意答复耶稣的招教吗 让今天8月4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在他的装填内工作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斗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 至第十章第一五至八节 那时候 耶稣周游各城各村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一切疾病 一切灾殃 他一见到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像没有牧人的羊 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 庄稼固多 工人却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 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 来收他的庄稼 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 受给他们制服邪魔的全病 可以驱逐邪魔 医治各种病症 各种疾苦 耶稣派遣这十二人 祝福他们说 你们往以色列家 迷失了的羊群那里去 你们在路上 英宣讲说 天国临近了 病人 你们要治好 死人 你们要复活 赖病人 你们要洁净 魔鬼 你们要驱逐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分尸 感谢天主的圣言 耶稣看见群众 就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看见群众的困苦流离 像没有牧人的羊 在今天的社会 身为基督徒的你 是否也看见 现代人的困苦流离呢 可以试着 察觉一下 你自己 是否曾经 也过着困苦流离的生活 但是 什么契机 让你开始转变 生活状态 开始寻求耶稣 意识到信仰 对你的重要心 也许是 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最后却无法带给人 真正的快乐 也许是处在 非常竞争的环境下 人却无法按照 良心的原则生活 种种因素 来吸引我们 引导我们认识 生命的意义 认识它的价值观 以及它的爱 这些认识 让人开始 与它有了不一样的关系 并渴望天主 进到我的生命中 让它参与我的生活 与它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今天 耶稣仍然看见 许多人因为不认识它 而流离失所 许多人尚未听见 福音的好消息 也不知道 去哪里找 生命的意义和永生 庄稼固多 工人却少 耶稣需要你和我 参与祂的工作 去牧养祂迷失的羊 如果今天耶稣召叫你 一同在庄田内工作 你愿意答复它吗 今天我们可以花时间 和耶稣谈谈 求祂让你看见 自己所处的庄田 有哪些需要 也打从心里 真心地回应耶稣 告诉祂 你愿意怎么样 回复这个需要 请品品尝圣言 他一见到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像没有牧人的羊 也在我们的生活中 活出圣言 你身边哪里缺乏平安和希望 你可以怎样地 把耶稣的平安和希望 带到这地方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我在这里 求祢派遣我 我愿意成为祢的工人 与祢一同收个庄稼 这每日圣言祈祷的内容 取之于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参与祂的工作 去牧养祂迷失的羊 我们明天再见